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路加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群众集合拢来的时候 耶稣开始说 这一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 他要求征兆 除了悦纳的征兆外 必不给他任何其他征兆 因为有如悦纳为尼尼威人是个征兆 将来人子为这一世代也是这样 南方的女王在审判时 将同这一代的人起来定他们的罪 因为她从地级来 听撒罗曼的智慧 看 这里有一位大鱼杀落满的 尼尼威人在审判时将同这一代人起来 定他们的罪 因为尼尼威人因了悦纳的宣讲而悔改了 看 这里有一位大鱼杀落满的 这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一个重要的美德 是我们教育灵修的一个重要的素质 但是节制如果是因为外在的压力 通常是不能持久的 在我生活当中 我有时候观察夫妻间的互动 丈夫很喜欢吃 太太就是那一个 太太太就是要丈夫能够解释 因为觉得丈夫可能体重太大 也看到有一些妻子不喜欢丈夫抽烟 所以去整天唠叨 然后想办法要说服他 要改变他 很多时候贪吃的丈夫 还有爱抽烟的丈夫 在太太面前勉为其难 就是克制一点 可是他们不在的时候 可能就会很放肆的 抽烟或者大吃大喝 因为不是自己内在自己愿意的 而不是来自内在的一种自治 自律 那我们讲的这个节制 希望就是一种自律 是自己要的 而不是别人推破的 但是为什么要节制 因为我们生活有目标 我们专注于自己的生活目标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我们需要做什么 然后需要避免什么 始终如一的能够朝我们生活的目标迈进 当然为我们基督律 而长远的目标 我们就是愿意在生活当中 能够敬天 能够爱人 能够自爱 能够悉悟 天地人 都能够有正确的态度 那么具体而言 我们生活的目标 就看我们自己生活的 天主给我们的招教 为 为 像我这样子 私夺先生生活的人 就是要 专注于 为天主 为教会 为社会 服务 你们一般人 都是结婚的人 那么结婚的人 要全心的投入 家庭的生活 促进家庭的美满 夫妻 还有亲子关系的 这个建设 少部分的人 是过独生生活 那么要投入 天主所委托的 特别的使命 生活要有目标 那么我们才能够自律 去实现这个目标 具体的在生活当中 包括我们要怎么样学习 去善用 管理我们的时间 我们有一部电影 钱不够用 但是很多人 常说时间不够 那时间 每个人都是一天二十四小时 为什么有些人 看起来他们是 身负重任的人 可是他们的时间 好像是够用 那我们自己好像 也不是负很大责任的人 常常时间不够用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不分轻重 不分先后 生活当中我们刚刚把握 什么是更重要的 什么是不重要的 而在生活当中 我们应该按照优先的秩序 每天把最重要的责任工作 能够做好 一些其他的东西 即使当天没有做好 也无所谓 反正他们不是重要的 很多时候 我们把一些 看起来很紧急的东西 看成是重要的 有些人 电话一响就一定是要接电话 即使是在参加弥撒的时候 整栋来电话 就要跑出去听电话 那个简讯栏 一定要马上回简讯 但是其实很多这些电话和简讯 都是没有马上回复的必要 所以生活当中 我们在时间管理分配的时候 要懂得分先分后分重分清 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 有一样事情 看起来不是那么紧迫的 那就是祈祷 今天不祈祷 没事啊 明天太忙了 不祈祷 还是OK 后天一分钟 亮了天主经 好了 好像也OK 一天也过去了 看起来不紧要 不紧急 但是这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们要好好地 保护我们人生的目标 还有我们自己的圣召 我们要自作生活 家庭生活 在独生生活中的特别的使命等等 我们一定要有祈祷生活 所以要养成这样的一个几率 每天 每天起生以后 就是要做一个简短的祈祷 即使你在那个时候不能够 做十五分钟二十分钟的祈祷 至少静下来几分钟的时间 想一想 今天会遇到的人 会要做的工作 有些什么 把他们交托给天主 如果在这些当中里面 有觉得比较有困难的 可能要见一个 比较有困难的一个人 你不懂得怎么样跟他接触 或者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你觉得很记守 那么特别为这个意向祈祷 然后才开始我们一天的生活 后来在中午傍晚睡觉以前 我们在腾出一些较长的时间来祈祷 这是一个重要的举律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去节制的话 很容易呢 我们就会被其他的东西 去吸引了我们 而分心走意 忽略了这个重要的事情 谈到节制 当然有一项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就学习 要怎么样面对生活中的诱惑 我们人性的缺点就是 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要即时的 马上的满足 而忽略了我们生活长期的目标和愿景 那么怎么样通过我们这个生活 去主愿意赏给我们的丰盛生活 所以我们需要承认自己的软弱 我们每一个人有自己脆弱的地方 我们自己比较会受到诱惑的方面 可能因人而异 在现代科技的时代 很多人的其中一个诱惑呢 就是被这个手机所霸占了我们的精力和时间 比如说一天要花上两个小时的三个小时 就是去划这个手机 这是一个很大的诱惑 因为这样子的消耗我们的时间和精力 把我们应有的人际关系 该做的工作被疏忽了 所以在这方面 我们一定要培养出一个好的几率 不久以前教宗封了一个年轻的圣人 他是意大利人 叫Carlo Agutis 他二十多岁就生病去世 那么他有两个特点 一个特点是他热爱圣体 所以他从小的时候就常常参加弥撒 然后拜圣体 同时他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他爱电脑 所以他从十二岁的时候就自己自制了一个网页 他也收集了一些关于圣体奇迹的故事 然后发布在自己的网页里面 所以他是用年轻人对科技的兴趣 然后来传扬他对主耶稣的爱 可是他给自己一个自律的规定 他每个星期只花一小时的时间来滑手机 除了他用电脑来做他的作业等等 除外消遣式的滑手机 他给自己进一个星期只一个小时 我们看自己的情况 我们可以做自己的安排 但需要了解自己的软弱的地方 有些年轻人软弱的地方 可能在色情这方面的网页 然后可能就会手淫等等 要承认自己的软弱 所以要避免这些诱惑 而且从一开始的时候要避免 因为如果你好像一般不好 要不要 没事 看一点点 很容易就被吸引 然后就陷入那个诱惑里面 今天我们的读经的一个重点 约纳宣知向尼尼威人宣讲悔改的讯息 开始的时候他自己没有信心 他认为尼尼威人这些外邦人 他们不会听他的宣讲 所以他是勉为其难的 被逼的去宣讲悔改的讯息 没有想到尼尼威人却听从了他的宣讲 从上到下 他们都做出了积极的悔改 那么今天的福音 耶稣也强调了 就像尼尼威人 怎么样回应了约纳的宣讲 那么他的时代的人却那么新颖 那么我们今天我们这个时代的人 听了耶稣的福音以后 我们又有什么反应呢 那么今天我们就配合我们的宣讲的主题 这个节制自律 看一看自己在生活当中哪一方面 自己是过于放纵自己的 没有几率的 在时间的安排上 在自己的人生的规划 在哪一方面自己了解自己 自己是需要更多的节制的 那么有些什么坏的这个习惯 应该要放下的抛弃的 我们求主给我们这个智慧 这个自我的认知 然后承认我们的软弱 我们的不足 祈求他能够帮助我们 能够坚定的 能够决心的 能够悔改 能够放下这些 让我们分心 让我们没办法专心去敬天 爱人 自爱 习武 那些阻碍我们 去善尽我们的本分 我们的家庭生活 我们的学生的责任 各方面 我们祈求天主能够给我们这个恩宠 这个力量 让我们能够好好地培养出这个自律 节制的这个美德来 那么通过这样的这个修身 我们能够希望能够更和服天主的旨意 活出天主愿意我们度的这个生命 在他内享受丰盛的生命 最后主要是录像的 祝福主 圣诞 牧章 圣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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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为主义 荣耀为主义 只剩法随经洗把洗 荣耀为主义 尽抗这种万华力追权 得祖师朝着在我心里 荣耀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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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剩法随经洗把洗 荣耀为主义